大家好,欢迎您观看韩梅视角,我是韩梅 今天是2010年7月1日,星期三 这个2020年的上半年呀,就这么的过去了 我们进入下半年的这个第一天 我这个视频呢,想跟大家聊一下呢 关于现在这个世界上制造大飞机的这个格局 应该是很快就有了变化了 或者说呢,现在已经有了变化了,很快 将进入中国的大飞机,取代美国大飞机的时代了 那么现在呢,让我从头跟你说起 据这个信报啊,6月30日的报道 说挪威航空在星期一的时候宣布 说将取消呢,97架波音飞机的订单 其中呢,就包括92架波音737 MAX飞机 和5架波音787梦幻机型 与此同时呢,挪威的这个航空公司还宣布说 将要展开法律程序,追回订金 并且向美国波音公司索赔 来弥补呢,波音737 MAX这个机型呢 停飞期间给他们所造成的这个损失 那我们就知道呢,波音737 MAX这个飞机呢 在2017年年底和2018年年初的时候呢 连续有两架飞机掉下来 造成了击毁全部人亡的这种灾难 从那以后呢,是由中国方面呢 首先就是说,考虑到民众的安全问题呢 就开始停飞波音737 MAX这个机型 那之后呢,各个国家纷纷就跟进 全世界呢,除了加拿大,除了美国 全都停飞 那到最后呢,美国迫与它国内的压力 不得不宣布呢,它也停飞 之后呢,加拿大也停飞 足想到加拿大呢,真的是美国跟屁虫的这么一个形象 好,我们现在来说呢 就是说,虽然是如此吧 这个世界呢,对美国还是比较宽容的 没有对美国进行这个起诉 挪威呢,恐怕是第一个对它进行起诉的 但是呢,据波音官网数据显示呢 今年前五个月,波音被取消的飞机订单的数量 已经达到了433架呀 光今年前五个月就被取消了433架 如果挪威这个航空公司成功索赔的话呢 那么正处于低迷状态的 全球的航空公司很有可能会闻风而动 因为大家呢,在疫情期间呀,都会闻风而动 就齐齐向波音来索赔 这个呢,对波音飞机 以及整个美国的航空业来说呢 都不斥为一个巨大的打击 因为这一个波音可不是仅仅限于它一个波音呢 如果波音倒下的话呢 它这个连带的反应可不仅仅限于波音 不仅仅限于美国,还会波及加拿大 加拿大有好多的公司是为波音生产这个零部件的 那全世界呢,也有好多为它生产零部件的 据报道呢,自三月份以来 美国航空客运量呢,已经锐减了95%了 有的航空公司呢,已经宣告倒闭 这是跟疫情有关的 那美国呢,现在我刚才说了 它的订单已经被取消了有433架这么多 中国呢,一直是波音最大的一个用户 最大的一个客户 最大的一个买家 那现在呢,波音呢,又把目光就转向了中国 说你中国能不能订一些飞机呢 你哪怕订100架也好啊 但是呢,被中国给拒绝了 原因是什么呢?原因是我们中国 现在有我们中国自己的飞机 中国呢,现在飞机制造业呢 也是在突飞猛进的进行发展 那未来国内的航空公司 很可能就会用国内的机型 据中国民航6月29日报道说 我国首款自制研制的大飞机 C919 6月28日的时候呢 在吐鲁藩焦河机场 开展高危专项试飞试验 这两天呢,不光是28号 28号、29号一直到昨天 我看电视新闻里面呢 都在报道这个镜头 就是呢,C919这个飞机 在吐鲁藩焦河机场 因为那个地方呢,非常的热 进行这种极热状态下的这个试飞 而中国的这个C919飞机呢 现在它的用户已经达到28架 绝大部分呢,都是国内的航空公司 然后有极少部分呢 是国外的航空公司 那到现在,中国这个C919的飞机呢 订单已经有了815架 也许呢,你听说过中国大飞机C919 那中国的大飞机C919呢 它是和美国波音航空公司的这个MAX 是同一个机型的 它是一个中程的 单通道的一个飞机 这个飞机呢,一般的来说 它是飞国内 像中国这种大的国家呢 它是飞国内 像加拿大呀,还有美国呀 这种国土面积比较大的呢 它就飞国内 如果是国土面积比较小的 比如说上次掉下来的那个埃塞俄比亚 埃塞俄比亚呢 掉下来的那个飞机呢 就是从埃塞俄比亚 飞非洲的肯尼亚的 它是飞,它是邻国 距离比较近一些 相对来说短途的吧 是这么一个 就是说中国的C919呢 它等于说和波音的MAX 它是同一个类型的 而且呢,中国为什么说叫C919呢 这个起名啊 也是很有寓意的 这个C是什么意思呢 中国的英文China 是C开头的 这是一方面的意思 那另外一方面的意思呢 就是像波音 它是B开头的 那个空客呢 是A开头的 那有了A有了B 现在是C 就寓意一个三足鼎立 在航空业将要形成一个 三足鼎立的这么一个态势 就有这么一个寓意 现在呢,我觉得啊 波音很快就不行了 很快这B就没有了 光剩了A和C了 但是呢,瘦死了骆驼比马大呀 对吧 这个波音呢 它说它不行 也不是说明天就不行了 那另外呢 如果你知道 听说过关于这个C919 那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说 其实中国自产的飞机啊 C919并不是第一架 C919呢 它是属于大飞机一类的 它的座位呢 是150以上 而中国国内呢 还有一个小型的客机 就专门是飞这个短途的 那个飞机呢 它叫A2J21 有听出过这个飞机吗 这个飞机呀 现在在中国呢 在天上飞行的呢 已经有不少了 这个飞机呢 是一个短途的飞机 是一个小飞机 它的座位呢 在100以下 在90左右 看你是单舱还是双舱 如果是双舱呢 可以达到100 如果是单舱呢 就是890 就是这样的 为什么双舱反倒少呢 因为这个飞机 它的外观上看起来呢 外壳都其实都是一样大的 里面你要是分成双舱的话呢 那那个前面那个商务舱呢 它就是座位会稀一些 座位大一些 所以呢 它座位数就少了 是这样的 关于这个A2J21呢 前两天我看这个电视上呢 也有报道 说是东方航空公司 南方航空公司 还有中国国际航空公司 这三家航空公司呢 同时首次给他们交付了 这个A2J21这个飞机 我查了一下 那同时给这三家交付了 A2J21这个飞机 是不是说 这三家就是这个飞机的 头一次投入使用呢 其实不是的 其实A2J这个飞机呢 它是从2002年的4月份 开始立项研制的 那在2008年的11月28日呢 在上海的大厂机场完成了首飞 然后呢 2009年的7月15日 转场中国飞行试验研究院 进行全面的试飞 到2014年的12月30日呢 A2J21700 获得了中国民航颁布的 型号合格证书 现在呢 这个A2J这个飞机呢 在中国已经获得证书 可以飞行 它在国外呢 获得了这个钢国 获得了他们的这个飞行合格证 但是这个合格证呢 就只能在钢国它的国内飞行 不能从钢国飞出来 飞到其他的地方 因为其他的地方呢 现在还没有这个发放 型号合格证书 现在美国FAA 现在正在审查A2J21这款飞机 从程序上呢 现在基本上已经走完了 现在呢 就等着出证书了 如果没有意外呢 很快美国的FAA 就会出这款飞机的证书 到时候呢 这款飞机就会飞翔在美国的蓝天上 那这个飞机的启动客户呢 是中国商飞旗下的子公司 成都航空 是在2016年的6月28日 成都航空EU6679 在上海红桥机上成功落地 这是呢 第一次飞行 第一次商务飞行 那到2019年9月为止 中国商飞已经交付了14架 A2J21给成都航空 成都航空呢 用这14架 A2J21飞机呢 在中国的飞行呢 包括成都到长沙 成都到上海洪桥机场 一共是8条航线 都在用这款飞机 现在呢 中国的航空业 现在呢 也是在这个世界上呢 处于一个领先的地位了 如果说波音航空公司啊 在这个官司缠身 以及大量订单 如果是资不抵债的话 如果宣布破产的话 那在世界上呢 就剩了两大飞机制造商 一个是空客 一个是中国 中国真的是 从站起来到扶起来 现在再走向墙起来 祝贺中国 好运中国 好 这个视频呢 就跟您说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下次再见 感谢您的观看 感谢您的观看